距离台湾飞行时间约三个半小时 温暖的气候是很多居住在亚洲地区的人度假的首选 距离首都曼谷大约560公里的泰国第三大岛屿苏梅岛 面积约228平方公里的苏梅岛 因为随处可见的椰子是这里的经济作物 所以也被叫做椰子岛 周遭有超过80个大小不一的岛屿 点点落落在临近的海域上 像是帕安岛以及外形像乌龟的龟岛 拥有40个海岛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安通国家公园 也在苏梅岛西北部 虽然多数到这里旅游的观光客 不会停留很长的时间 但丰沛的海资源和岛屿特色 真的会使人意犹未尽 在处处都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白沙滩 和清澈大海的苏梅岛 海滩成为到访这里的重点 不管是安静隐私的沙滩 还是在浅滩里轻松游泳 或是适合好友家庭一起共度 欢乐时光的独木舟 喜欢热闹的人想要张大眼睛 观察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群 躺在沙滩上享受看着比基尼美女 或是阳光行男不同的区块 适合各种需求的人 当然住也是一个重点 Q Signature的传统泰式独栋 非常适合享受安静气息的情人们 红瓦尖顶小屋 结比临次的散落山坡上 自成一个度假园区 走进Villa扑鼻而来的是鸡蛋花的香气 是随处均可捡到的花瓣 在服务人员的巧手之下 成为气氛与香氛装饰品 在全透明的房间设计上 被热带植物造景池所包围 还可以享受户外的Shower 入夜回房之后 想在房内泡泡凉 就可以跳进私人的泳池内 仰望天空 Central Festival 不但是苏梅岛最大的Shopping Mall 每周三Central Festival附近的夜市 更是让你惊醒连连 不但提供各式各样的小吃 也有很多手工艺品 现在来到的是苏梅岛的 另一间Prana Resort Hotel 现在看到我后方的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 跟其他的酒店呢 有一种不同的氛围的 职盼酒吧 那它的顶楼呢 有一间真正按摩的 Spa地方呢 天顶听说也非常的漂亮 在顶楼呢 有一间非常漂亮的餐厅和酒吧 这家酒店呢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这边呢 完全都是Resort 然后在我们的对面呢 就是海滩 Beach 所以大家可以在两个地方呢 都可以享受到 阳光 空气 水 快乐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哈囉 我們現在在Purana的Villa 這邊的房間真的是 麻雀碎小 舞臟俱全 位於西岸的四季酒店 在那兒享受一個下午茶 也可以讓你在度假中 多了份輕奢的氛圍 在繁忙的工作壓力之餘呢 能夠來到了蘇美島的四季酒店 四季酒店 我正是像來到了天堂一般 湛藍的海洋 湛藍的天空 讓你心曠神秘 我們剛剛設了一頓 非常豐盛的菜式大餐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菜色 都會讓你覺得食指大動 我覺得在這裡躺在沙發上 然後喝著椰子汁 反腦都往去 好舒服喔 平常工作壓力 現在太忙太煩了 可以來到這邊 讓我喝一口這麼鮮甜 這應該有多少芒果打出來的果汁啊 真的好濃郁喔 還有一口 好舒服 躺在這邊 你們應該很羨慕了吧 我覺得 就是兩個字可以形容 慵懶 現在我們踏上的地方是泰國首都 同時也是第一大城的曼谷 最吸引人的就是購物行程了 在這裡可以採購到 特別的泰國設計師服裝 在鮮羅商圈 絕對讓你流連忘返 Hotel Grand Center Point Rechard Demery 位於曼谷市中心的五星級飯店 交通非常的方便 現在我們來到的飯店呢 是Ren Center Point 這家飯店呢 位於曼谷的市中心 真的是非常繁華的位置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來到了Bangkok 來玩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飯店呢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首選 走進這間房間呢 哇真的好不一樣喔 因為如果說你是兩對夫妻 或者是四個好朋友 都可以歡樂在一起 因為呢就像家的感覺一樣 這麼的溫暖 第一個看到的是一個餐桌 然後客廳啦 書房 還有我們的廚房 房間呢和客廳呢都可以 浮望整個高爾夫球場 滿滿的綠地 讓你精神特別好 我們看到呢 在客廳的部分呢 它都是以這種金色 然後呢比較奢華 但是也帶有淡淡的優雅 另外一種感覺呢 就是非常的純白跟素雅 白眼窗呢 讓你覺得特別的休閒 也帶有一點點歐洲的情調 廚房的設備呢 看到它的家電應有盡有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外面 買一些菜回來在這裡呢 其實這也是一個不錯的idea喔 看到外面灑下來的陽光 還有百葉窗 兩個房間都很大 我們看到了這幅 泰式的壁畫 它有金碧輝煌的感覺 然後呢這個貴妃椅 讓你非常悠閒的 可以輕鬆地躺在這裡 就像在家裡頭 舒舒服服 休閒的感覺 這間房間呢 是在邊間的設計 非常適合夫妻啦 或者是好朋友的 雙人豪華套房 從這邊一眼望去呢 會看到五光十色的夜景 而且呢曼谷呢 是非常美麗的城市 有很多很多他們的 Rooftop Lounge呢 淋漓在很多的大樓 Building當中 如果你是一個人 或是還有好朋友 想要享受一間 單人的套房的話呢 這間房間呢 絕對是非常好的首選 因為看起來非常的cosy 自己擁有一個小的 獨立的Open Kitchen空間 還有書桌啦 或者是魏菲儀都可以讓你 好好地享受 屬於個人獨處的浪漫時光喔 r Hoes 1 2 3 1 泰国的三月到五月为夏季 六月到九月是阳光充沛的雨季 十月到二月则是清凉季节 这样的气候让旅游市场没有淡忘季之分 一次的泰国苏美岛之行 可以体验到百年的城市历史 虔诚信仰的精神 海滩Filla的美景 来这旅游绝对让你不需死心